這個是所謂的陰莖的海綿體 外面包覆的這一層是白膜 當白膜一破掉的話 陰莖海綿體的血會往外流 會造成陰莖的癱卵變形 所謂處置方式就是將破裂的白膜地方修復起來 所以常見的就是陰莖斷裂其實就是白膜破裂 對 陰莖骨折就是所謂的白膜破裂 理性男子那天來急診 充滿了痛苦的表情這樣子 然後他是說做愛做到一半 聽到咖的一聲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想說 會不會就是傳統所謂的陰莖骨折 就是所謂我們的白膜破裂這樣子 幫他內診以後 看他的那個陰莖的外形形狀是OK的 所以理論上這個病人算是一個比較幸運的case 但是我們上一個case就沒那麼幸運了 我們那時候看到他的陰莖這樣子 像一個變形的日本茄子 裡面有污血 然後有腫脹這樣子 那一般來講陰莖骨折 就是我們所謂的白膜破裂 他處置方式來講 他的標準黃金準則是手術 然後我們會經由那個海綿體超音波 或者是說那個海綿體攝影 去確定他的破裂所在 然後幫他進行一個包皮環切往下波 找到破裂的點以後 幫他縫合起來 以避免說 勃起的時候那個血液往外漏 造成勃起困難這樣子 那如果說 像這個案例 運氣比較好 整個陰莖是沒有變形的情形下 那可能就可以採取一些保守治療 譬如說以藥物治療 冷夫熱夫這樣子 一般來講造成這種情形的話 大概都是性知識的不正確 如果說女上男下太興奮 或者是女生搖得太大力的話 或者是如日本A片那種火車便當 男生抱著女生這樣子 都有可能 陰莖在肩挺的時候其實是很脆弱的 稍微一個姿勢用力的話 可能就不小心折到他了 就拍一下 坐在肩膀的 有一點 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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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